怎么确认对方手机是否真的关机了 最简便的方法是直接拨打对方的电话 因为通过电话提示音 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对方的手机状态 比如电话提示音为对方已关机 那么很可能是对方手机真的关机了 如果提示因为对方正在通话中或暂时无法接通 则可能是对方手机信号不好或处于飞行模式 或者如果你被对方拉黑了 也可能收到暂时无法接通之类的提示 这时候可以尝试换个号码来打 如果情况和上述相同 那么可能是真的关机或者处于飞行模式 如果能打通 说明你原来的号码可能被对方屏蔽或拉黑了 除了打电话之外 还可以尝试发送一条短信 询问对方是否方便接听电话 如果对方真的关机或信号中断 短信一般是无法送达的 当然现在黑科技不少 可以提供远程定位或电话追踪服务 但这涉及个人隐私和道德问题 需要三思后行 最好的方式是 通过和他本人或共同的朋友 家人沟通 了解情况 在相互尊重的情况下 与对方取得联系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实用数码科技小贴士